《靜律四相者,为诸菩萨入靜律时,能断烦恼,语言寻思喜乐,舍想等,随意烦恼, 经律所致,诗明第一》 神通的威力已经学习过了 现在是第二颗的法威力 法威力就是六波罗蜜,现在是第五颗净律,就是禅波罗蜜的威力 分两颗,第一颗是解释,分四颗,第一颗是断锁对自相 《靜律四相者》 学习靜律波罗蜜有四种威力的相貌 第一种是断锁对自相 为诸菩萨入靜律时 诸菩萨学习靜律成功的时候 入靜律时,就是入定的时候 但是这里是说,舍戒的四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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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断烦恼,愚言,熏思,喜乐,舍想等 所以烦恼,是净律所至,使命第一 入狱,舍戒是禅的时候 有什么威力呢? 能断烦恼,能断灭欲界的烦恼 还有语言,熏思,喜乐,舍想等 所以烦恼 是净律所至,使命第一 这些烦恼,是舍戒是净律所对自的 这是第一个威力的相报 看这个批询记 能断烦恼,语言,熏思等者 入出净律,离欲会害,使命能断烦恼 如果是长长静坐,成就了舍戒出禅的时候 它就能够远离欲界的三种烦恼 就是欲熏思,会熏思,害熏思,这三种烦恼 就是把欲界的烦恼,全面地把它消除了 使命能断烦恼 当然要是成就了有漏的出禅 那只是断欲界烦恼,那只是断欲界烦恼的现行 从此还是不能断的 第二净律,离欲读识 世明能断语言,成就了出禅以后 也要经过一个时期 要常常地入于出禅 再进一步学习二禅 二禅成就的时候,离足寻思 就能远离出禅的寻思 出禅休息清净的寻思 能断欲界的烦恼 但是修到二禅的时候,能远离出禅的寻思 能把出禅的寻思也灭掉它 世明能断语言寻思 寻思是能发语言的 它有功能发出来语言 就是想要说话,想要寻思才能说话的 所以就是语言的寻思 是第三禅离除禅于习 这个成就的舍戒第三禅的时候 能从二禅的习里面泄脱出来 就是成就了二禅的人也不欢喜出禅的寻思 成就了三禅的人也不欢喜二禅的喜 不欢喜就把它灭出去 成功了也就是三禅成功了 第四禅禅你处理于习 第三禅的习是很殊胜的 久了你又不欢喜这个习 要灭出去这个习你就成就第四禅 所以第四禅成功了 所以第四禅成功了 就从第三禅的落泄脱出了 泄脱了 世明能断喜乐 又修定时 愿要于外 第四众舍 或行住时 于是杂类 其种种响 如是舍响 于定为难 能障定相 既令退思 这是解释这个舍响 又修定的时候 愿要于外 心里边向外面攀缘 感觉外边有很多可爱的事情 心向外面散乱 第四众舍 就是很注意地去观看外边众多的舍相 好 或行住的时候 或行 或住的时候 于是杂类 世间上各式各样的事情 其种种的思想 那些内心里面想外面的事情 如是舍响 于定为难 要是修定的时候 愿要于外 地四众舍 或行住时 于是杂类其种种想 要这样的话 于定为难 就是为你修定 做一个障碍 做一个很大的障碍 能障碍 能障碍你定向的出现 既令退时 就算是你成功了 它也能令你退时成定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也是个烦恼 如山莫西多地 那里面有说 是零本十二卷十二页 又要普特嘎罗 多虽烦恼 言恶相续 不能正正 心仪净性 始终多虽烦恼 差别 如舍觉宅分的解释 零本六十二卷一页 如是舍响等虽烦恼 入境律时 总说能断 这些随烦恼 就是些禅逛 无惭无愧的这些事情 这主要是说 楚家人 要有这些烦恼的时候 就是有问题了 所以 要普特嘎罗 有很多的随烦恼 言恶相续 言恶你相续不断的心 使你心常常有烦恼 就不能正正心 就不能得定了 这个多虽烦恼的差别 里面的含义 在舍债分有解释 如是舍响等虽烦恼入境律的时候 总说能断 就是入舍戒四境律 能断出这么多的烦恼 一笔以四境律所致法固 这个也是舍戒四三所对致的烦恼 这样子 这样子 在欲界里面的欲会害能断 还有其他的烦恼也都能断 这是 这是第一个威力的相报 既此净律能做自己菩提之良 既所依旨 这是第二个 质量成熟下 既此舍戒的四境律 好 所成就的四境律 能做自己菩提之良 能为自己得圣道的因缘 所以叫做质量 既所依旨 就是舍戒四境律 你能为你做一个依旨处 就是依旨四境律 修识念处就可以得圣道了 既既能做同事舍事 你自己修成就四境律 也能做同事舍事 就是教化众生修四境律的时候 你可以和众生一样的 相同的学习四境律 所以它是舍化众生的事 也就是你同于众生修行的事情 这样子你就可以成熟有情了 就是成熟众生的圣道 如果你教化众生修禅定 你自己不修 你就没有同事舍的这种力量 也就不容易成熟有情了 事明第二 宪法乐住一致摇移 七心寂静 最极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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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力贪爱 这是第三颗摇移之他相 宪法乐住一致摇移 这个就是现在 你现在在你的身心里边 有这个四境律的特别安乐住 住在这里边感觉到非常安乐 一致摇移 这就是对自己有了利益 这个出家人 处理了烦恼的家 然后来到这个非家的地方 修校圣道 初开始学习圣道的时候 什么也没有 也没有世间的欲乐 世间的欲乐放弃了 就是没有 但是初出家学习圣道 对于圣道没有成就 所以这个宪法乐住也没有 这时候心里面说也没有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一个困难的时候 现在这个修行人 你成就了舍皆是禅 它是有了宪法乐住 这个时候比较好了 比较稳定了 所以一致摇移 七心寂静 最极寂静 原理唐安 成就了宪法乐住之后 它的内心是非常寂静的 这个世间上的欲不能摇乱它 而它内心里面有沉定 可以安住 所以叫做七心寂静 最极寂静 这个最极寂静 还是不同于七心寂静的 远离贪爱 远离世间的欲的贪爱 那就叫做七心寂静 远离禅定的贪爱 那就是最极寂静 好 下边看这批询记 献法乐住一致摇移等着 净律品说 这个菩萨地里面有净律品 要诸菩萨所有净律 远离一切分别 能生身心清安 最极寂静 亚诸菩萨所有净律 不是一种净律 所有的净律 都有一个共同的相貌 就是远离一切需要分别 心里面明静而住 能生身心清安 要是成就了内心的无分别住的时候 就会引起心清安和深清安 这两种清安就会陷起来 是深心清安 最极寂静 这时候寂静又进一步的寂静 最寂静 这个远离焦居 初开始成就舍戒出禅 或者二禅三禅四禅的时候 心里面这个高慢性就来了 这个高慢性就是焦居 也爱着这个禅定的境界 所以有爱慰 这个时候是七心寂静 七心寂静是远离了欲界的烦恼 这个醉极寂静的时候 就是远离焦距 心里面不焦慢 虽然有这样优越的成就 但是心里面不高慢 实际是最寂静 也远离爱慰 对禅定里面的境界也不爱着 所以就是远离爱慰 明一切相 就是灭出这一切希望分别相 这句话呢 同于世间禅 也同于初世间的禅 二禅能灭出去初禅的寻死 三禅能灭出去二禅的落 二禅的喜 四禅能灭出三禅的落 那么这也可以说是远离其相 但是要是修十念处的时候 你能灭出去所有的分别相 那么这就深浅了 当之四名菩萨献法乐住 净律 灵本四十三卷 一此应准之 这个地方你是说 遥移自己的相望 得到了禅定以后 对自己有利益 余诸有情无损无脑 以遥移他 使命第三 前面是遥移智 这里是遥移他 欲诸有情无损无脑 得到禅定的这个人 对于众生的情况 他的内心无损无脑 无损脑于众生 因为内心里面没有烦恼 就不会去伤害众生 不过众生可能会去咬乱菩 这位菩萨 而菩萨还是不恼乱众生 所以叫无损无脑 或者说众生对菩萨 供敬供养 菩萨内心里面要生了贪心 那就是菩萨对自己有所伤害 这是一种 要是众生对菩萨不供敬供养 除导菩萨 菩萨内心里面有了烦恼的话 那就叫做脑 脑烂了自己 现在这位菩萨 不管众生是恭敬不恭敬 供养不供养 悉心无损无脑 就是心清净 有这样的清净的禅定 一摇一踏 以利益众生 就这样的清净心 也就是慈悲心 或者是有其他的行动 来利益众生 四名第二 这叫做摇一自他相 看这个批训节 于诸有情无损无脑等者 此即菩萨遥以有情净律 如净律品别示 其相应之 零本四十三卷二页 由此因缘至得清净 能发神通 与当来是生净天处 得净律果 是名第四 是第四 得当来果相 第四 与当来果相 由此因缘 由于此位菩萨成就了献法乐柱 能摇一致他 所以他的智慧得清净 使内心里面没有烦恼的污言 智慧得清净 就能发出来神通 能发出来神通 这也能摇一众生 与当来是生净天处 现在他还是在阴间的阴 成就了禅定 在将来的时候 现在这个生命体结束了 他将来生到什么地方 生到净天处 就生到凡天处 生到舍戒世禅了 在那里你得到一个报德的 舍戒世禁律的国报 好 世明第四 就是第四 当来果相 这样说 摇 知良成书相 摇一致他相 就指现在说 当来果相是将来的境界 有这样的差别 世明净律的威力 世相 此外无有要过要正 更没有其他的了 这是结束这段文 好 好 般若是相者 为诸菩萨具处庙会 能断无明会所对治 是第一 世明第一 现在是第六段 现在是第六段 般若 分两颗 第一颗是解释 又分四颗 第一颗 断所对治下 是 为诸菩萨具足妙会 这个菩萨他具足了非常好的智慧 那么能断无明 能够灭出去无明的烦恼 这个无明 我们学习了真实异品 对无明应该是 他的表 他的相貌应该是清楚了一点 就是不知道一切世界上一切法都是自信空 但有假明 不知道这回事 为假明所迷惑 那就叫做无明 现在能断无明 那当然是要修小指观 修小指观 能把无明消灭了 不再为假明所迷惑了 超越假明了 那就叫做妙会 是会所对治 这无明是智慧所对治的 所灭除的烦恼 是明第一 这是第一所对治相 那么这个相 你还是后三相的根本 如果你不灭除无明 后三相的功德是不能成就的 是明第一相 即使般若能做自己菩提之良 这是第二 治良成书相 即使般若能为自己的无上菩提做因缘 你有了这个智慧 你所做 你才能做殊胜的功德 能以不思爱与力行同事 奢势成书有情 是明第二 你呈现了这个智慧的时候 你就用智慧去做不思 用智慧去爱与 用智慧力行 用智慧同事 来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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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样 奢势 就是具足这四种奢势 来成书有情 由主菩萨庙会为先 能以四种奢势方便 于主有情 谱令奢势 谱服成书 由主菩萨先要具足 这个般若的庙会 就是这个 能以四种奢势 这时候你才有能力 以四种奢势的为方便 于主有情 谱令奢势 才能教化众生 谱令众生 奢势佛法 其实就是学习佛法 谱令众生 学习佛法 谱服烦恼 成就圣道 才能做这件事 于所知事 如意较了 能言广大 清净欢喜 义之摇异 这是第三课 摇异之他相 于所知事 如意较了 于所知事 就是 这个 运界处 世间的缘起 初世间的缘起 如意较了 如这个 事须地 如圣异地 你能够明了 能引广大 清净欢喜 一致摇异 你有了这个 般若的智慧 不为世间的假名 所迷惑的时候 你就会在内心里面 就引发广大 清净的欢喜 广大的欢喜 清净的欢喜 一致摇异 这样的欢喜 对自己就是一个摇异 普为友情 乘离说法 这几次摇异他眼 你有了这样的智慧 如意较了的关系 你能普遍地为一切众生 为友情 趁离说法 能合乎二地 合乎世俗地 合乎圣异地 为众生宣扬佛法 令其怀得 宪法当来利益安乐 使令众生得到 现在的利益安乐 将来的利益安乐 一要一他 利益众生 要是没有这种条件 那也是 也就是算了 也无可奈何 你有这个条件 你有这个条件 能够如意较了 能言广大 清净欢喜 一致摇异 你有这个条件 达到这个程度 普遍有情 趁离说法 令其怀得 宪法当来利益安乐 但是不肯努力 这就是遗憾了 世明第三 这是第三 要一致他相 由是因缘 奢主善根 能正所作 于当来是能正二 让离析 为烦恼让离析 即所知让离析 世明第四 第四课 于当来果相 是由是因缘 奢主善根 由于你成就了妙慧 摇异自他 你不断地这样做的关系 奢主善根 你就成就了很多的善法 成就了很多的功德 很多的功德 都从你这个智慧里面发出来了 能正所作 你能够如法地行菩萨道 于当来是能正二丈离析 你现在这样做 你就会有成就 在将来世的时候 能够成就二丈的离析 什么叫二丈离析 第一个是烦恼账的离析 就是爱见的烦恼 第二个是所知障的离析 这两种障碍都消除了 这个烦恼账是凡夫的烦恼 我们没得圣道的人 这个凡夫的烦恼 这个所知障 虽然凡夫也有 其实它是圣人的烦恼 就是得了圣道的人 他还有很多的事情不知道 还有很多的佛法还不明白 也不知道众生的根性 不知道怎么样用佛法来教化众生 这些无知都叫做所知障 灭出去这两种障 将来会成就 这两种障的细佛都远离了 那么这就是第四种 那么这就是第四种 于当来果相 摄读善根能证所作者 未有妙慧 于信秦念定即会 微色寿焉 这上面 这个批询记的作者这样解释 这个 摄读善根能证所作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未有妙慧 因为你成就了 知道假明的一切法都是毕尽空的 这就是妙慧 成就了这个妙慧 你就能够于信为色寿淫 于秦念定会做色寿淫 色寿是什么 就是成就 你有这样的会以后 你就成就了信尽念定会了 信尽念定会因此而的成就 前多少年 有一个居士提出问题 说我信佛很多年了 但是我反省我自己 我究竟信什么 我不知道 这句话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了 就是信尽念定会 你成就这五样功德了 那就表示你信佛 你对佛法有信心了 你有信 有亲 有念 有定 有会 那就是你信佛了 表示这个意思 这个是不但是在家居士 就是出家的法师 也包括在内 你对佛法 你这五种 你都具足了 就表示你信佛 表示你信 你对佛法有了成就 当然这个 头一个信这个字 就是相信缘起 有阎屋的缘起 有清静的缘起 世间缘起 初世间缘起 你相信缘起 那就是有信 我们说起来这句话 好像很容易 好相信缘起 但是真实相信缘起这句话 这里边有深有浅 可是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这个秦呢 不懈怠也不简单 是吗 到那个时候 你不告假吗 这个秦也不简单 念 你心里面常常有正念 这是不容易 有定有会 更是不得了 因为有妙会 就成就了信金念定会 这个会也是有身有钱的 到佛的境界是最圆满的 是明舍诸善根 这个舍诸善根就是这么讲 能成菩萨正所应作 那就是行菩萨道了 也就是修小圣道 佳化众生修小圣道 这就是能成菩萨正所应作 是明能正所作 是明般若微利 四相 四种相貌 此外无有要果要正 是明法微利 这把这个法微利结束了 六波罗密就是法微利 你常常学习六波罗密有点成就 那就是有法的微利 云和诸佛菩萨具身微利 这是第三个 前面是神境通 神变的微利 第二个是法微利 现在第三个是具身的微利 分三个 第一个是正 是云和诸佛菩萨具身微利 怎么叫诸佛菩萨的具身微利 这是正 下面第二个解释分五个 第一个是堪言大哭 为性能意念 诸本生是 唯于利益 诸有勤固 不由是在于吉常时 种种猛利 无奸大哭 喜能堪言 为性能意念 这个性其实就是心 这个心呢 能意念 能够意念过去的事情 诸本生是 这个本就是以前 过去的事 过去的事 过去是 过去是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 有是各式 做各式各样的因 去度化众生的事情 唯于利益 诸有勤固 过去呀 过去的时候 唯于利益 诸有勤固 这个菩萨 不是为利益自己 欲利益 诸有勤 这就是法无上菩提心的相貌 不由是在于吉常时 不需要特别去观察 于吉常的时间内 种种猛利的大哭 种种物件的大哭 如果心能看厌 都能够受得了 都能受得住 这个事情 如果是没得到禅定 没得圣道 这个大哭 你很难忍受 就是小小的呀 一个蚊虫来咬你 你能受得了吧 都不见得受得了 说是无猛利无间的大哭 能受得了 实在就是菩萨能够修六波罗蜜 得了禅波罗蜜 得了般若的智慧了 他能够从事须地 弃入圣意地 所以这时候引力特别强 引力特别强 他就是不在乎 这就表示这个意思 菩萨意念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 为众生受了种种苦 所以现在对于苦的事情 他完全不介意 他能堪引大哭 能受得了 这上面是说 唯于利益众生 不是无疑苦恨 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第一课 现在是第二课 是要利他事 好要利益众生 做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 好 唯于利益 诸有情故 心要领受 能办 有情 利益似苦 菩萨为了想要利益众生 是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从痴悲稀舍来看 就是有两个利益 有两件事 来利益众生 一个是生活上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思想上的问题 从这两方面来利益众生的 就是生活上困难 菩萨用慈悲心去解除他的困难 那么 慈悲喜舌 这个舌字是在思想上解除众生的苦恼 其实这两个困难呢 还是思想为根本 就是 唯于利益 诸有情故 心要领受 很欢喜的领受 能办有情利益似 所受的苦 能够承办 有利益众生的事情的时候 会有很多苦恼 你要接受的 那么菩萨很欢喜的来接受这件事 受了这样的苦 能承办利益众生的事业 这是这样子 这是要利益他事 看这个批训计 心要领受 能办有情利益似苦者 为诸菩萨修十一种利益众生事业 有十一种利益众生的事情 由彼所生种种有苦 由于做这十一种事 就会引出了很多的苦恼 菩萨一切皆能忍受 能忍受这个苦 不由此缘 不因为受苦 我就不做这件事了 不做这十一种事情 不会这样子 如是名为菩萨引受利益他的众苦 如银品说 零本四四二卷十一 也十一种利益有情业者 如戒品中摇一有情戒说的 我们常诵菩萨戒的时候 菩萨戒已经说了这十一种事 在戒品里有说 唯一利益诸有情故 上升第四 独死多天 尽独死多受量而入 这是第三课 生独死多天 唯一利益诸有情故 它上升到第四 独死多天 由下面向上面数 就是四大王仲天是第一 刀利天是第二 叶末天是第三 独死多天是第四 是第四 这个唯一利益诸有情故 是升到第四天去 今独死多受量而入 独死多天 独死多天 独死多受量那么多 就是 就会有那么多的寿命 它不会中腰的 看这个批行器 尽独死多受量而住者 有心有失地 那个地方说 四大王仲天 以阴间五十岁为一日一夜 我们阴间五十年 这么久 那么四大王仲天呢 是一日一夜 它的一日一夜 和我们阴间五十年是相等的 那么三十日夜为一月 十二月为一岁 这是这样子 比一诸天众受量五百岁 比四大王仲天的寿命 就是说 它们的世间是活了五百岁 这样的 世间是这样的 如是所欲 乃至他化自在天 日夜 即受量 各增前一倍 比前面一天增加一倍 比如说是 这个刀立天呢 就比四大王仲天增一倍 就是阴间一百岁 刀立天是一日一夜 这么三十日夜为一月 十二月为一年 那么刀立天的寿命就是活一 它那里的世间是一千岁 一千年 那么夜末天呢 就是又是增加一倍 就是两百岁 银间两百岁 它是一日一夜 也是 三十日夜为一月 十二月为一年 那么它是两千岁 这个 刀立天是一百年 夜末天是二百年 刀立天是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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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年它一昼夜 这样子也还是一个月 十二个月 那么 那么 为一年 它的寿命是四千岁 四千岁 那么到那天以上是刀立天 那么就是八百岁 八百岁 一年八百年 它是一昼夜 那么三十日夜为一月 十二月为一年 一年 那么它的寿命是八千岁 那么它画志在天 银间就是一千六百年 它一昼夜 这样子 这样子 它活 它的寿命活一万六千岁 这是这样 各征前一倍 零本四愿四一 有事当之 独死多天 寿量四千岁 言有中央 可是 独死多天的寿命 天音那个寿命 有的人就是活四千岁 但是也有人不到四千岁 也就会死掉 重要 菩萨上升无中央者 菩萨要是生到独死多天 它不会重要 一定活满了四千岁 事故说言 近独死多寿量而住 这个事情实在想 比如说是佛在世的时候 比如说米蕾菩萨生到独死多天去 那么和米蕾菩萨同时的 寿间的寿也生到独死多天去的话 那么米蕾菩萨在那里四千岁 那里的天音 愿意和随着米蕾菩萨下乘寿间的话 那么当然也是四千岁就来到 如果后来今天有的众生 愿意生到独死多天去的话 那么米蕾菩萨四千岁的时候 你今天才到那去 你要随着米蕾菩萨来寿间 你就是不诸四千岁了 那么你就是有中药 就是这个意思 有三圣寿 应比寿生诸天之中 这是生独死多天 这个独死多天有三种 就是菩萨生到独死多天去 就是菩萨生到独死多天去 有三种殊胜的事情 应比寿生诸天之中 这个应实在在这里有一个超越的意思 超越了比寿生诸天之中 就是在都是多天寿生的诸天之中 都不如菩萨那么殊胜 那三种事 那三种事 一天的寿量 那么菩萨一定是尽寿而住 那么其他的也不一定 所以这是天寿量的事 而天的行舍 菩萨的功德殊胜 虽然同在天上住 而菩萨的行舍特别殊胜 而三是天的名称 菩萨是大功德人 所以他的名称原文 诸天所不能及 看这个菩萨 一天寿量等者 为寿量中进故 而不会中药 所以超过诸天 行舍广大故 所以超过诸天 名称普文故 所以也是超过诸天 由此三是应比寿生诸天之中 故名为甚 所以叫做殊胜 所以叫做殊胜 这是这样 将于下生 入母胎时 放大光明 普照世界 这是第四课 下生淫中 前面是堪淫大苦 要立他世 生度是多 这是现在第四课 下生淫中 因为淫在天以下 所以就来到淫间 所以叫下生淫中 分两颗 第一颗是变相 生到淫间的情况 十二课 第一颗将于下生相 将于下生 入母胎的时候 就是菩萨通过多天 来到淫间 入母胎的时候 放大光明 不是放大光明 普照世界 照耀这个世界 都是光明了 黑暗都没有黑暗了 这是第一个相报 第二是入住除胎相 于将母胎入住除味 结证了之 就是入母胎的时候 分三个阶段 一个是入母胎 一个住在母胎里面 一个从母胎那里出来 这三个阶段 结证了之 菩萨完全是明明白白的 没有错误 没有颠倒下 看这个批询记 于将母胎入住母胎 结证了之者 异地中 这个第二例 第一例是五四相 第二例是异地 异地中说 云和四种入胎 入胎有四种差别 一正之而入 不正之入除 就是第一个人 入母胎的时候 明明白白的 这是我父亲 这是我母亲 明明白白的 他是入母胎 不正之入除 等他住母胎的时候 和出母胎里面出来的时候 就糊涂了 不知道 不知道是住 也不知道是出母胎 这种事情 二正之入住 不正之而出 入母胎 入母胎 都是明明白白的 但是 不正之而出 出胎是糊涂了 三 巨能正之 入住除 都完全明明白白的 四 巨不正之 完全都是糊涂的 这四种不同 出位 出位 轮入王 第一种 入胎 就是正之而入 不正之入除 这就是转轮圣王 就是他这一生 他能做转轮圣王 他在入住除的时候 他不是转轮圣王 就是这一生 他能做转轮圣王 这个 这位 轮入王 他的 他的能力是这样 正之而入 不正之之除 这是这样 这个 在句子论上解释这件事 轮入王 转轮圣王 就是在过去生里边 修了很大的福报 广大福 修了广大的福德 修了广大的福报 有什么事情 就是他入胎的时候 因为福利的关系 是令他有正念 这个正念不失掉 所以知道这是我母亲 这是我父亲 知道这件事 他不糊涂 但是这个入住 他出台的时候就糊涂了 只能维持这么一个境界 是这样 出位轮王 二位独角 这个独角 第二就是正之入住 不正之而出 他这个时候他还不是独角 就是他还没得必之佛道 就是这一生能得必之佛 可是入住 入住的书不是必之佛 那么他这时候有什么境界呢 就是入住都是有正念 明明了了了 出书就不知道了 这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必之佛 多少生以来修消佛法 修消智慧 使令他有正念 他也是有福报 但是以智慧为殊胜 所以有智慧的力量 使令他入胎 住胎的时候 心里面有正念而不糊涂 但是出胎时就不明白了 这是第二 第三位菩萨 菩萨就是巨能政治 入入入出都是明明白白的 那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福德和智慧都殊胜 所以他的正念有力量 入入出都知道 是这样子 菩萨的力量大 第四种 因为所欲有情 入入出都不知道 都没有正念 那就是圣妻的这些凡夫经历 都不知道 不知道这是父亲 也不知道母亲 入胎的时候糊涂 住胎出胎都不明白 在这个大菩萨论上解释这件事 在伦王这个地方 也出过圣音 出过二果圣音也是这样 就是入胎的时候知道 等到住胎出胎就不知道了 而说这个出国二果 也是要他当来说的 不是现在 他现在入入出的时候不是出国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他当然是前生有栽培 所以他有这个力量 能够正知 正知 入胎 但是 住胎出胎就没有正知了 这个前面这一段文 也是灵本二卷十九月说的 此当第三故作实说 这里说是 菩萨将欲下生入母胎时放大光明 普照世界 于将母胎入住除儿皆正了之 这是姚菩萨说的 所以这三个阶段都是明了的 既出胎已 既于地上不带服侍 而行其部 只称得号 这是第三段 出胎出生的相貌 既从母胎里面出来以后 既于地面上不带服侍 不需要有人来服侍他 不需要假结别人的服侍 他就能自己的可以走齐步 自称得号 他是 他最额生胎奋进 是最末后生 要度化一些众生 这些事情 就是他是一切众生中最殊胜的也 说这个话 自身得号者 未如今所佛作成言 而至正等觉者 如是等类应之 这个在佛本心记经 这个普耀经 这上面有说到这些事情 这上面有说到这些事情 有大威德力 有大威力 有大德行 有大威力 朱天 还有龙 还有耀叉 有些地方写个天龙夜叉 这个耀叉就是接鸡鬼 或者也翻个宝贵鬼 前头佛翻到中国话 翻个香印 以香为食 阿苏罗翻个无酒 他这个众生没有酒 不像银中有酒 天上也有酒 佳楼茶 佳楼茶是翻个妙赤鸟 简奈罗翻个疑神 头上有一个脚 这个叫疑神 摩浩罗窃翻个大芒神 这些都是大威德的天神 三亿种种天妙花香 菩萨出生的时候 这些天龙八步 用种种的天妙花香 散在那里的供养菩萨 痴天积月 那是天上的这个积月 还有天上的庙 上庙的衣服 还有窗帆宝盖 窗是圆的 帆是扁的 还有宝盖 殊胜的供聚而为供养 又以无上三十二大丈夫相等 庄严其身 这是第四 深深的庄严相 菩萨以无上的 没有人高过他 就是三十二大丈夫相等 等着八十随行好 庄严其身 看这个扁群记 又以无上三十二大丈夫相等 此中等言等取随好 就是八十随行好 如是相好在建立品中一一别别 因至零本四十九卷七月 又此相好菩萨地中以名为德 这是在没有成佛的时候 在菩萨地的时候 已经得到这样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即圣清净 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特别殊胜清净庄严的 要在如来到究竟地当之相好善尽无上 到成佛的时候是最殊胜 没有比他更高尚的 事故此中做如是说 住最后有最后生中 这是第五课 肢体真上相 住最后有最后生中 这个生命体叫有 这个生命体是最后的有 那么以后就没有了 以后就不是这个 没有 那个小乘佛教 小乘佛教说佛也和阿罗汉一样 也是入无于涅槃 以后再没有这件事了 这样子 主最后有 最后生中 最后生中 就是这一生是最后生 比如要是生到都帅天 那不能算是最后生 因为从都帅天结束了 来到阴间这才是最后生 所以这里面 一切愿敌 一切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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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摩君不能侵犯 都不能侵犯这位菩萨 是做菩萨座 以此定力相扶中国 做菩萨座就是做那个炒作 能得无上菩提 顾名为菩萨座 以此三昧的定力 也相扶了很多的魔 佛是用慈悲心的 相扶他们的 而不是用 斗争的心的 看这个批寻记 诸最后有最后生中者 为诸菩萨于此生中 菩提之良以极圆满 就是三大阿圣齐节 栽培菩提的因 到这个时候已经极圆满了 获胜婆罗门大果世家 婆罗门是读书的 特别有学问的大果世家 获胜查德利大果王的家里面 是特别有权利的因 能献登教阿多罗三百三菩提 就是这一次就能够得无上菩提 就得一切种之量 广做一切佛所做事 这一生中广大的 做了很多佛所做的事情 教化众生就是弘扬佛法教化众生 世明略说菩萨最后生的相望 《入生品》里面有说 《零本四十八卷》二十五页 七亿应之 我说一个故事好不好 这上面说到一切怨敌一切莫君 一切哉恨 有一次佛到一个鬼的住处去 到那个鬼的住处去 这个鬼不在 鬼的眷属在 这个鬼本身不在这里 但是佛来到他的家里 很快的这个鬼就知道消息就回来了 回来了 那么见到佛以后 就对佛不同意 你到我家来 我没有请你来 请你走 这个鬼对佛说这什么话 那么佛就好 好 佛就离开了 就出去了 离开了他的这个家 然后这个鬼就又后悔了 又出去请佛回来 那么佛又回来 我看到这里我在想 如果是你 你回来不回来 你可能不回来 但是佛回来了 回来以后 这个鬼又驱逐佛 把佛也驱逐了 那么又把佛请回来 先回来 就是驱逐了两次 请回来两次 那么第三次又把佛驱逐了 然后又第三次请佛回来 那么这鬼就对佛这样子 我在想 佛是大福得人 大威得人 这鬼敢对佛这样 用我们的话来说 那就是对佛有点戏弄 有一点戏弄佛这种味道 那第四次要驱逐的时候 又要驱逐佛 佛说你已经请我三次了 第四次我不走了 这个鬼说你不走 佛我从你的面门把你的身体撕开 建议流血而死 佛说我看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也能把我的身体撕开 令我流血而死的 这是鬼不出声量 但是他的看那段门里 这个鬼的儿有善根 佛就当时在那里为人的说法 他的儿子得身高 这件事做好了佛做了 这个世界 所以这上面说 一切怨敌 一切魔君 一切摘恨 不能伤害佛 不能伤害佛 不能伤害这个菩萨 不是到这个程度 没有怨敌 没有魔君 没有摘恨 能侵犯佛的 能伤害菩萨的 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原因 一个是佛对这个 菩萨的福德太大了 神通也是特别的广大 威德广大 所以没有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其他的人 有怨敌 有莫君 有摘恨 这是因为我们的功德不圆满 很多的过世有这个问题 依依知皆皆喜备足 罗罗燕丽 菩萨这个时候 他依一劫 一劫 一劫 劫 就是骨头有一劫 一劫 这个手背 和足 这是一劫 一劫 皆喜备足 都具足了 挪罗燕的力量 看这个脾行计 一劫 皆喜备足 挪罗燕丽 这句子颂上说 这个挪罗燕 是个天力士的名字 端正永见 力量非常的大 神挪罗燕丽 就是佛的菩萨 最后身 他的身体 有挪罗燕的力量那么大 或 截截 截严 或者是 一姿一姿 一截一截 都有这种力量 这个挪罗燕的力量有多大呢 像灯七十针 痴楚楚 有七个像 七个像 都是十倍十倍的增加 力量就是这么大 痴楚楚 不为行 就是这个 炎 其除 就是感除 就是身体这个除掉 以除为它的体型 论自私言 这个据说论来解释这个诵说 佛生身力等 挪罗燕 佛的这个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的力量 与挪罗燕的力量相等 挪罗燕的力量的数量有多少呢 十十倍增 相等其力 这个相有七个像 就是一个一个像 都是十倍十倍的增加 这样子 这什么意思呢 为凡相 就是一般的这个相 相相 就是十个凡相 等于一个相相的力量 十个相相的力量 等于一个摩和诺加诺相的力量 十个摩和诺加诺的力量 等于一个波罗赛剑提 在一个相的力量 也是十个波罗赛剑提相的力量 等于一个法浪加的力量 十个波罗赛剑提相的力量 等于一个摩和诺加诺加的相的力量 等于一个诺加诺堺的力量 厚厚力争 前前十倍 比前面的力量十倍越 后面的力量 如是胜利楚楚为性 未所处中大种差别 这个所处中就是身体里面 大种是大种 地水火风是大种 有这样的力量 与止同时不由学习自言善教 这是说身体的威力 现在第六个西诸宫桥像 与止同时 菩萨在儿童的时候 不需要学习 自言善巧欲诸世间 功巧夜处积极能入 自言有善巧的智慧 对世间是各式各样的 功巧夜的地方 积极能够误入 能够欺辱 就通达无碍 无师自言独处三千大千世界 正德无上正等不敌 第七诸称等正教下 无师就是没有人教导 没有老师教导他 他本身自言的就独处三千大千世界 正德无上正等不敌 就德奥多罗三百神不敌了 实际上菩萨大多太子出家以后 先是亲近德无所有处定和非为想定的两个仙隐 后来就去修苦恨 修苦恨以后 才在菩提处下做 修缘器官 而得无上菩提 所以说无师 自言独处三千大千世界 正德奥多罗三百三不敌 正德其实成就了 成就一切种子 这个地方 在这个佛本心积极经上也有提到 是在明星初始 得无上菩提的时候 是这个明星初的时候 这个时候得无上菩提 不是叶独明星 得无上菩提 叶独明星 这个是王波 有个释迦佛的成道记 他好像有这么一句话 叶独明星得无上菩提 要是你常常静坐的时候 当然眼睛是闭上的 这个第六诗一注意的时候 就是你睁开眼睛 眼识也是不起作用了 所以说是叶独明星这句话 这句话就是外行话了 是外行话吗 是不对的 那么而我们一般的人 或者是我们不必说了 有个大法师写出来这个文章 也是说叶独明星而误导 也是这样讲的 这就是有点问题了 你静坐的时候 你第六诗用功的时候 眼睛有作用吗 能读到明星 你能看见明星吗 并且这种说法 有一点 禅中的人有一点呵护口味 他就是这样子 说是叶独明星而无道 有禅中的味道 但是汪伯也未必是懂得禅 所以这个地方你应该把它调过来 不要再说这些外行话 无始至言独处三千大千世界 是正德无上正能菩提 应该是这样 说喝借主 大翻天王 自言来下 殷勤劝情 哀民世间迅速正好 这个说喝借主 就是说破 旧翻译叫说破 就是新翻译叫说喝 说喝是翻一个隐 翻个隐 通常我们解释是看隐 这个世界的众生 很多的苦 他都看隐 但是在真理三丈 他不这么解释 也是翻个隐 翻个隐是什么意思 说这个大翻天王 他在隐间的时候 这个隐心量很大 他不嫉妒障碍 能隐取 能拥引别人 有很多庸幸的事情 他心里面不嫉妒 所以叫做隐 这样这么解释 说喝借主 这大翻天王 自言来下 就是从天上来到隐间 隐心劝情 哀民世间 迅速正好 隐心 劝请佛 慈悲世间众生苦 宣说正法 谢托众生的生死大哭 自言来下 就是他自己主动的 来到隐间来请佛说法 是这样意思 是齐定寂静 摄大云雷 这第九颗 诸极寂静相 齐定寂静 就是成佛了他那些寂静 是特别的深 摄大云雷 假设天上有大云有雷 陈吴教授 佛也可以不听到 是按言不及 还是按坐的不动 为菩萨是一切禽兽 这是第十颗 受诸供养相 为菩萨的时候 一切的禽兽 非禽兽兽 蠕动之类 这些重移 皆知养心 都是敬养佛 相信佛 常来归去 这些众生 常到佛这里来归异 随其所欲 心肤而入 随他自己的欢喜 都是在佛边住 继承佛以 但是菩萨的时候 随随随心肤而入 继承佛以后 下之旁生 以来供养于佛 如比泥猴 献清净密 世尊哀受 欢喜无恙 这是这个泥猴 他献清净的密 奉献给佛 世尊慈悲美也领受 欢喜无恙这个猴 特别欢喜跳舞 这个还是有个故事的 这个故事不要讲了 龙云残后 喜遍降雨 这个龙 能兴起来很多的云 常在等候着佛 喜遍降雨 佛要沐浴的时候 他就下雨 要除游的行 要佛要除游 游行的话 子而不乐就不下雨了 菩萨如是要做树下 一切枝条并皆摧影 这是第十课 第十课 焰坐树下下 菩萨如是 菩萨有这样的威德 要坐在树下的时候 一切枝条 树的枝条并皆摧下来 把这个影 影伏是佛 随应其身 曾无亏摄 随顺佛所做出 来福应佛的身 从来没有过亏摄的 没有这件事 从来没有说不应其身这件事的 正菩提乙 现在第十二课 念无往事相 正菩提乙 佛得菩提到以后 于六年中摩求其变 这个魔王他注意佛 有什么五点没有啊 有没有黑点没有 净不能得 这六年中都看不出来 佛有一点的无 这个无言的事情 长居行念美横现前 佛的正念在行入坐卧 一切时都有都是有正念 行的时候也有正念 坐的时候卧的时候 一切时都和正念在一起 就是居行念 没横现前 常常的正念现前 而不失掉正念的 由此念故受想 寻思生诛灭等 无不无交流 由于有这样的 常识的正念的原因 所以是这个心 与切法接触的时候 有受 有想 还有寻思这些事情 这个念头的生起 这个念头的存在和消失等 无不无交流 心里面随时都明白 好 看这个批评记 常居行念美横现前等者 此显如来无妄思法 他没有妄思正念的时候 所谓如来普于一切所做事业的时候 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普于一切方处差别 不管在什么地方 不同的地方 普于一切所做的方便 就是 方便有的时候当方法讲 有的时候当行动讲 在这里应该说是行动吧 普于一切十分差别在时间上的事情 念无往事 佛的正念从来没有失掉的 常住在正念里面 世明常居行念 就是他这个念和他的行为 一切都是在一起 美横现前 由此念故诸有所作 无不交流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明明了了的 你像我们吃饭的时候 吃这个东西是好吃不好吃 不知道 因为什么不知道呢 因为吃饭的时候导着妄想 就不知道了 那就得十念 这里面说佛美这回事 诸有所作无不交流 言受想者为其异行 这个受想指什么说的呢 就是异行 就是你心里面的活动 要有受想心才能活动 言寻思者为其异行 就是你要心里面有寻思 你才能说话 叫异行 生住灭者为身表舌 这是你的身体表现于外的相貌 叫做生住灭者 等言等取入除喜风 生住灭等 这个等指什么说的呢 指入除喜的风 入喜除喜就是风 入喜风除喜风 我们或者说是气 就是这个入除喜 指这个说的 未及身形 这个入喜除喜叫做身形 就是我们身体能活动 如果你没有入除喜的时候 身体就不能动了 是这个意思 如是一切善业所说 这就指善业所说应知的 是这个人 是这么既的 是这个人 是什么 那是这个人 是什么 是这个人 我已经是这样 是什么 是什么 非常难处 是什么 我可以说的 是什么 能处理 是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